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小节我们来快速的浏览一下monkey的http协议解析模块 这小节主要还是一个代码走读 看一下它的代码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小节 模块调用关系图 schedule模块是做一个函数的初置化 加载SO schedule模块调用connection模块 connection模块调用request模块 request模块里面进行一个具体的读写操作 它读又是通过我们的plugin模块 来调用layer模块进行一个socket的读和写的操作 把数据读到缓冲区以后 读完成以后 我们就把数据送到http模块进行一个协议的处理 好还是从这个schedule模块我们进去 看一下connection read的函数 从这进去 前一小节我们已经看过了 hander write的函数 request process 从这个函数 httpinit这个地方 就进入到我们的http模块 我们可以看到 传入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connect session 这个是未经处理的请求数据 处理完以后呢 我们就放到这个结构体里边 好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可以看到 如果请求是个根目录 它的处理 这个这一段呢 是把相对路径转换成绝对路径的一个处理 这个也是一个目录的处理 如果是一个合法的目录 他们做相应的处理 这个地方取主页文件 如果这个请求是一个符号连接 如果是一个连接文件处理 这个地方有一个stage stage呢 它把一个事物分成若干物步骤 比如说 请求刚刚到达 已经处理 分解成五个步骤 各个阶段呢 做相应的处理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put 一个是delete 这个地方是直接返回错误 就说这种两个方法是不支持的 再往后头看 这个地方就是get 这一段呢 是进行一个日期和时间的处理 再往下走 这有一个open函数 就是要打开我们 这个就是读 客户端请求的静态页面文件 读完以后 你看到这个地方 就进行发送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把get get方法和post measure的 放到同一个 代码端里面来进行处理的 实际上我们在后面 要进行改造的时候 要把这两个方法进行分开 我们要处理 httpmeasurepost的这个方法 get呢 是从服务器上请求 请求数据 那么http模块呢 主要是对http协议 进行一些处理 所以它的那个主要内容 还是跟http协议有关的 大家看来 大家下来细看一下 http的这个协议说明文档 这个协议说明文档 我们有關的 是